我是不是一个心早熟的人,在小学的时候,就有喜欢女生的想法啊,哈哈直到高三,才有勇气给女孩子写情书,然后让她室友带回去,晚上偷偷地看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,想想就开始。 我开心第二天早上收到了她的情书,是被她撕碎情书,并且还被全宿舍的人,当成了笑柄之后才知道,不是单独地对我这样,而是她对所有人都一样人生,第一滴鼓起勇气去写情书,却以失败告终极度伤害了我的自尊心,在心灵上有创伤到现在,还会莫名地害怕身边的人离开我,我是不是神经病了? No.1杨半仙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,就是宇宙爷爷不会给予你承受不了的压力,只需要接受就可以了一切的发生,都是理所应当一切的安排,都是最好的安排,都刚刚好,二十多岁的时候,妈妈给我去算命,算我这辈子能在多少岁结婚,哈哈。 那人给的答案是二十六岁以后,听准,我二十九才结婚,有过初恋的感情,全身的投入,有过第二段感情,被他家人拆散我都开始怀疑,我的人生了这个时候。 遇见杨半仙,从认识到结婚时用了半年的时间,现在一起风风雨雨的走过七年,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家庭很幸福,杨半仙对老人也照顾得无微不至,每次都心里都默念一遍媳妇,谢谢你,我爱你。 很多时候跟杨半仙聊天的时候会说,当初没有认识你,会怎么样活在当下,没有如果,已经七年了,时光不能倒流,好吧,又,被洗脑了感谢那个五一长假,感谢嫂嫂的介绍对的时间,遇见对的人,终身相守,能二2004年高中毕业,大学没有一起来的高中同学,我们都跑进了全国不同的学校,我们是第一届成立的音乐艺术。